YAHOO!好棒棒,我是主持人牛奶王一萱 今天我們來到了嘉義仙泥棒球場 也就是樂天桃園的春訓訓練基地 去年樂天桃園他們是全聯盟打擊最好 可是是投手群表現最差的球隊 那為了扭轉他們的弱點 他們今年也引進了許多的日本教練 希望來彌補他們的不足 那他們在春訓的備戰狀況如何 就跟著我們一起進去看吧 好棒棒,春訓第三站來到了嘉義仙泥棒球場 來看樂天桃園的春訓 目前他們的春訓狀況已經來到了後半段 球員們也要逐漸的調整到實戰的階段 好準備3月開始的自辦熱身賽 那目前球隊的調整狀況如何 當然要邀請鄭浩鑫總教練 來跟我們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 鄭浩鑫好 大家好,各位球迷 大家好,新年快樂 樂天桃園其實在備戰今年的新球季 他們的洋將陣容都是一些熟面孔 包括去年曾經效力的三名洋將 以及去年在富邦漢將的所殺 想請問總教練對於這四名洋將的規劃安排上 或者是說為什麼想要找他們來 那球隊這邊有什麼樣的考量 其實找這四位洋將 其實有三位都是去年在我們隊上效力的 他們去年的表現其實我們都覺得蠻平穩的 那所殺是因為他過往 他有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成績 或許他去年也受到上市的影響 不過我們經過了他的 在冬季聯盟他的一個比賽的一個狀況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他如果 上市復原的狀況是OK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有幫助的 那因為樂天桃園或者是說之前的 Lamigo桃園其實一直都是 投手戰力比較不穩的球隊 那除了這四名洋頭之外 想請問總教練 在其他的本土投手安排上 目前有什麼初步的規劃嗎? 其實在去年洋將的一個局數上面 可能就是吃的局數 可能沒有那麼的多 那所以說其實在去年 我們的本土投手其實也扛起了 大部分的一個局數的一個負擔 那有了去年的經驗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本土的投手 他們能夠更加的穩定 那今年其實就以紫棚 從人和、冠羽、還有紫薇 然後幾位先發來做一個主要的陣容 那後續還有一些可能 異政、雙星宴、然後李承真 這幾位年輕的新秀都會在 第二軍的一個隨時的一個準備的替補 這樣子 那我們也謝謝總教練接送我們訪問 也祝六天台灣今天有一個好的成績 謝謝 接下來聽完龍貓教練對於投手布局之後 就要來聽聽看球員們怎麼說 教練是跟我說是從先發開始 但是就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有什麼變數的話 我還是會去做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對啊 因為我有提早先來嘛 第一階段就有先來 對 然後自己調整的話 像牛棚啊 Live BP這些就是教練有牌 我也可以繼續跟教練要求說 我什麼時候要丟這樣子 我們好像三月幾號的時候 出的時候就會有紅白對抗賽了 我是希望可以在 因為那時候我們可能也才丟個一兩局 所以就是從那時候大約就要開始慢慢進入中框了 但是現在牛棚或者是在丟BP Live BP的時候 就已經都蠻有感覺了 其實就是差一個真的是實戰的比賽這樣子 在我旁邊的是去年貢獻最多投球局數的 熱天桃園投手黃子鵬 那因為其實過去啊 雖然你都是擔任中繼投手嘛 不過我們知道你在 開季的準備上來說 定位都是可能先發或可能中繼 那你今年是一個比較明確擔任先發投手的準備 你自己在調整上的步驟跟過去有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覺得 因為春訓的時間就是都會提早知道嘛 那其實我覺得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還是不會給自己有太多的想法 我還是覺得說可能第一個階段 我還是希望自己就是專心的在體能重訓上面 就是不會給自己太設限說我自己可能是要 一定要調整到先發的感覺或者是中繼的感覺 就是春訓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量 就是先建立起來 嗯 那去年擔任了一整年的先發投手之後 你自己投起來 或者是說自己感受起來有什麼地方是需要再加強的嗎 特別是可以利用休賽機的部分來做這些部分的補強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年所遇到的狀況都會不一樣 對那其實我覺得就是每一年每一年 教練們他們就是都會在春訓的時候可能會列個一些大方向 那就是就是專心的就是朝教練所設下的這些目標跟方向去做 那就是春訓嘛我覺得就是練習量一定會非常的大 那就是要怎麼樣在這個量這麼大之中 然後能夠做到每一樣都能夠就是一些小細節就是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比較偏低肩側頭的投手 那低肩側頭的投手在面對左打上面它有一些可能比較劣勢的部分 那去年在比賽中我們也看到說你會利用不同的出手點來去干擾打者的節奏或是視線 你今年會採用什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是一樣的方式還是說用一些比較不同的球路來解決你可能面對左打上面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每一場比賽真的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依照一場一場比賽中我們得到的一些資訊 才能夠去下一場做出一些我們想要做的策略 對因為我覺得這段時間都下結論都還太早 所以就是還是先簡單一點先把我們教練所給的方向先把它做好 然後其他東西就是藉由比賽中慢慢的去找到一些線索這樣 在野手及守備的部分呢 樂天今年不但找來了富邦漢這樣的日籍教練古酒寶兼額擔任首席教練來補足戰術的部族 也找來了西村民教練強化內野守備及跑壘的部分 希望來提升球隊的得分效率 其中也安排林立從外野回到內野希望他能夠從二壘出發 樂天團園的團隊陣型當中非常依賴前段棒次的發揮 像是陳成輝林立如果他們能夠提高上壘率的話 就能夠給中興棒次如林鴻鈺陳軍秀甚至是朱玉璇有創造更多的得分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去年能夠在中華職棒的團隊打擊成績當中名列前茅 在我旁邊的是小棒林鴻鈺 這也是跟我認識蠻久的好朋友 其實去年中華職棒用了一個恢復係數比較低的球 蠻多的長達者的表現都受到影響 不過看起來就帳面成績上來說你受到的影響其實蠻小的 你自己在去年面對這個比較不彈的球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做一些什麼樣子的改變 或者是說就揮棒骨機上去做一些調整 其實也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廠商的狀況 也只不過是一瞬間而已 就是廠商需要我去做什麼 我就把它做到最好這樣 不會去想說球沒有彈啊 場打多啊少啊 我覺得有時候 並不是場打多與少的輸贏啊 對就是應該是廠商應該做什麼 我覺得適時把它做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簡直 這也就是其實如同小胖所說的 他一直是一個可能比較比賽型團隊型的打者 那其實去年呢就 我的了解啦 就是去年之前 他一直都是在球隊扮演的一個經驗傳承 或者是說 有點跟學弟分享經驗的角色 不過今年簽了三年的大合約之後 也正式冠上隊長這個頭銜 你覺得這個頭銜冠上去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沒有啊 就一路往上一樣 不會當了隊長之後 想要跟學弟分享的更多 不會不會 因為平常就是都一樣啊 對啊對啊 需要提醒他們 就是會適時的提醒 不會因為有沒有隊長有所差別 那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啊 其實去年小胖在重量訓練做的蠻多的 那身材上面也變得更結實 就是今年我有注意到 其實你在修賽季的時候 有去小郭神輩那邊訓練 那想問你今年修賽季上面 去小郭那邊或者是說 在其他地方有加強什麼樣不一樣的內容嗎 其實每一年我都一樣 就是按部就班 就是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好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做訓練啊 什麼時候應該休息啊 就是因為可能 在這個環境過程當中的年次比較長一點 所以就是有自己的安排這樣 你說到我覺得還蠻特別 就是蠻新鮮的 就是可能方式啊模式 我覺得比較好的地方是 因為他在我們這個環境待過 那當然他自己身體是選手 我們更需要什麼 什麼是對我們更有實質的幫助 我覺得這是比較關鍵的地方 那你可以舉例看看來說 有哪些訓練模式 或者是說哪一些動作是過去可能 比較沒有練過的嗎 就是去小郭那邊做訓練的時候 會跟他聊天 他可能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他的過去啊經歷啊 或是在球場上的心態啊 或是我們什麼時候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這對我們方式是更大的 就是他那種堅持 我覺得這是蠻難的 那我們也謝謝小胖林鴻玉 跟我們分享他在今年春訓的準備 也希望他在今年的球季能夠打出好的成績 因為今年熱天桃園他們是找了四名洋將 都是有中華指棒經驗的 那其中三名更是去年效力的 那在經過一整年的適應之後 其實應該會對於今年的中華指棒的環境會更熟悉 那其實熱天的一軍投手教練團 包括林英傑或許民傑 去年也都是第一年跟這些球員配合 所以在於本土投手搭配 或者說洋將使用上面來講 應該會比去年來得更好 所以應該能夠扭轉去年可能投手 這種表現比較不佳的問題 那在打擊方面來說的話 大家都知道其實他們的 對於中心達者的仰賴度是蠻高的 那除了中心達者之外 怎麼樣來把打線串聯 包括比如說戰術上的推進 跑壘的信力度 就需要這些新加入的日本教練來幫忙 所以透過跑打手或者說投手部分的加強 熱天桃園希望在今年打出 跟去年竟然不同的成績 雅虎好棒棒 我怎麼好像有印象 它是不是紫色的那個 對嗎 啊有看過 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 像我們剛剛聊到的之前 我可能就是我去上節目 然後做我做的蛋糕這樣 還蠻特別的 我好像是瞄到小雞的那一集 每個禮拜都要記得收看雅虎好棒棒 大家要記得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